哈喽大家好 口袋学校计划准备开跑啦 开跑前想先跟看到影片的朋友讨论 参加条件是从口袋YouTube频道开户 希望打造从0到100克制化教学课程 并且每周间有作业课程围绕 针对所有用户打造专属自己的投资方式 大家对于口袋学校计划有什么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 接下来我们回到今日盘前素揽 先来看一下今天重大讯息 为了要稳定油价 沙乌蒂将延续每日100万桶原油减产措施三个月 俄罗斯则是将每日减产30万桶延长到今年年底 超出了之前分析师的预估时间 布伦特原油价格从去年11月以来 首次短暂飙升至90美元以上 但这个举动也为2023年带来了更加严峻的结局 库存下滑幅度可能是之前预期的两倍 另一方面 美联储的克里斯托弗·沃勒这个月表示 支持暂停升息 他告诉CNBC 考虑到最近的通膨数据 官员们有能力对升息保持谨慎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股四大指数跟台股ADR的表现 焦点个股的部分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最高跟最少的公司排行 戴尔公司市值增加是因为流通在外股数增加导致 AMC市值减少则是因为流通在外股数减少导致 看到全球重要新闻 以及全球重要经济数据 来到台股部分 今日结算价格为16743 加全周三结算波动度较低 指数目前在季线月线之间徘徊 无明显趋势 但有提到九月是投薪做账月份 从筹码面可以观察到依旧买超 贵买成交量放大但收了上影线 指数来到了季线半年线之间 要留意进线反压的情况 put score ratio为100.4 选择全位平仓为新仓 可先大概参考16500put增加319口 为最大位平仓与变动 17050扣增加2293口为最大变动 但最大位平仓为17100口 变动区间为16500-17050 可以从口袋APP看到投薪连买的标的 点选下方栏位选顾 找到投薪连买 从买进添书较少到较多 挑选个股 就有机会找到这个月做账的股票哦 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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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